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老师请问生进饮食适合各阶层人士吗 生进饮食它强调就是一个安全的 纯净的饮食生活 当然男女老少多适用的 那是一定的 但是呢我们就会去谈到 比如说老人家他没有牙齿 那肯定要做泥状食物嘛 对不对 他嘴巴不能咬嘛 那假如小朋友肯定适量是减量嘛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喝的水量 我们大人可能要喝到500毫升 那小朋友呢 比如说七岁 我们顶多给他150毫升 吃的方法一定是走向一个统一的 就是天然纯净的方向 那是一定的 食物多样化也是一定的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这男女老少男女有一些疾病 那我们就根据疾病营养原则 我们告诉他禁忌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安全的 什么东西要少吃 什么东西要多吃 这肯定要讲的 那量给他饮食给他控制住 不能吃太多 比如说一个人他水肿了 在这个时候呢 肯定我们水量给他限制了 等于是前一天排尿总量给他算出来 然后隔一天喝的水量 就前一天排尿总量加200cc 200毫升不超过就行了 是不是 所以你这男女老少 当然是要走向一个安全纯净的饮食生活 那是必然的 但他必须要量身对身 要个性化给他设计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